大三那年春节上坟遇到的怪事 现在想起来仍觉得很可怕 记得那年冬天非常寒冷 终于和父母搭乘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 来到了一春乡下的外祖部驾 来到这不久 我就和爸妈还有大姨舅舅 以及他们家的小孩 一起去山上祭拜外祖母了 整个山头白茫茫一片 此时的天空也飘着雪花 零下二十多度的气温 让我没走几步就累得气喘吁吁 渐渐的我被其他人抛在了身后 但最多也就十几米远了 他们说话时非常响亮 我还是能听得一清二楚的 尽管路两边都是些坟头 但一想到他们生前都是村里的邻居 其实也没啥好怕的 可就在这时 我不知脚下踩到了什么东西 一下子就直接趴在了地上 所幸我身强体壮立马就又站了起来 可当我站起来后离奇的事却发生了 只见原本在我前面的人都不见了 我就赶紧转身往后看 奇怪的是身后也没有 整个雪山只有我一个人 但我仔细想得下 我倒地道站起来压根也就二十秒的时间 怎么可能他们说不见就不见了呢 很显然 这用科学是解释不通的 就在这时 我隐约听到了他们的说话声 飘渺而幽远 但在我眼前 却只是一片白茫茫的雪山 连一个脚印都没有 陪伴我的只有安静的纷包 此刻我的心脏剧烈的跳动起来 莫名的恐惧 让我在这零下二十多度的天气出了一身冷汗 此刻我心脏越跳越快 隐约有种窒息的感觉 想喊他们 但我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更让我毛骨悚然的是 我的手脚完全动不了 甚至还感到周围 气温又降了十度 可就在这时 奇迹却发生了 我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这优雅的铃声悦耳动听 但又显得诡异又违和 突然我想了起来 这 这铃声不就是我高中时用的 小灵通上的闹钟声吗 这可是陪伴了我三年的铃声 就在这一瞬间 我身体猛的又能动了 闹钟声也停止了 突然前面传来了大姨的声音 小仙 你手机信号挺好吗 我们的手机进山后都没信号了 我抬起头 清清楚楚的看到 大姨和爸妈他们 就在我前方十米远的地方 我赶忙从口袋拿出手机 看了下 我并没有设置任何闹钟 更何况我现在用的 早已不是那个小灵通 但刚刚那铃声是怎么回事 之后 这事就一直是个谜 难不成是高中的小灵通 过来救我了 我更不在哪里 是6血流的阶段 就过来我 我再来救我 感谢观看